按Record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下方 其實就會有一些什麼暫停 停止 刪除 OK 然後有一個時間 那另外設定之前 反正我就把Webcam先裝起來 然後確定這個聲音是OK的 畫質也是OK 就開始了 那今天的話簡單做一些簡單的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說 在像最近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是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因為在 在4月初吧 剛好已經看到疫情 快要爆發的那個時候 那學生就發現說 老師太恐怖了 可不可以採遠距上課 然後可不可以調查一下其他學生 其他上課的學生的意見 結果發現 大概88%的同學 是希望採取遠距教學 那有 反正12%的其實沒有意見 那覺得不要採遠距的好像沒有 也就是說大部分人其實都希望說能夠採遠距 然後我就詢問一下哪一種方式對你上課 是最有幫助的 結果發現 35%的人選的那個用YouTube非同步上課 而且甚至好幾個學生跟我說 老師我覺得 反而在YouTube上課 比實體上課效果更好 主要原因是因為 老師你上課的時候我沒辦法暫停 但是YouTube上面我想要暫停我就暫停 對對對而且我聽不懂我可以重複 但是如果上課的時候我聽不懂的時候 我有時候不太好意思問 所以其實 我覺得反而而且其實現在年輕人 對YouTube的接受度還蠻高的 像抖音YouTube這些頻道 每天在看 所以他覺得反而 對於熟悉度甚至比老師還更高 OK 那另外的話第二個選項就是那個 Google Meet 跟那個等於是遠距教學 然後再加上 也就是說現在學生其實對於遠距教學的接受度 應該是更高的才對 OK 可能不同世代有不同的這個需求 那當然 我的想法是這樣 盡量與時俱進 反正就是說現在學生他們喜歡什麼方式 沒關係你喜歡什麼我用什麼方式就教教你們 那因為我對於YouTube的那個就是影片的收錄 其實已經算非常熟悉了 而且已經錄了很多很多個學期了 所以其實累積下影片數量 影片庫也是非常龐大 所以其實我要剪輯一個課程對我來說是真的非常容易的 我甚至可以把很多很多學期的比較好的影片 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後弄個影片給他們看 他們覺得哇這效果反而更好 而且甚至可以隨時補充啦 然後有些不足的甚至我搜尋一下 我可以把前面交過的順便再跟他們講一下 他只是說點名喔 點名部分其實比較麻煩 所以後來我想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嗎 後來就是想說不然這樣好了你們 因為我是有個播放清單 那你看完之後喔 我就說不然你在最後一個影片下方留言 某某你的學校加姓名 然後看完影片這樣就OK了 然後我就確定說你是看完 但這個其實有盲點啦 就是說我怎麼知道確定是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要做一個系統 然後你看完之後我確定說 你這個時間點是有看有播啦 OK但播不一定會看啦 OK所以其實有時候是自由 但這個怎麼解決我想喔 如果有比較更好的方式的老師或同學喔 歡迎可以再告訴我一下 好那到時候我這個影片喔 也會放在那個我的YouTube頻道下方 我的那個上方 所以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一下 跟我互動一下也沒關係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是討論出來的OK 那另外的話我看一下喔 底下還有啦另外一個班也是一樣 另外一班更多 47% 甚至喔那個非同步的這個教學方式喔 對他們來說反而更喜歡 然後同意遠距的是97% OK喔 另外的話呢 這是他們的一些心得啦 然後他說 他反而YouTube上面 反而更友善喔 因為另外我還做了一些事情喔 就是說呢 我的所有的教材喔 全部都雲端化了 也就是所有的東西喔 我都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包含我的講義 包含我的練習檔 然後繳交的作業呢 其實也都用學校的系統 所以基本上喔 你不來上課其實不影響啦 OK所以那當然前提是我上的是電腦課 可以這樣做 但是如果其他課程可能還要再想一些其他配套方式啦 OK喔 然後等一下喔 他這邊有提到 覺得影片可以重複播放 然後可以自由安排時間 較為彈性 而且用手機呢喔 觀看然後一邊用電腦操作 還可以節省時間 所以可想而知啦 現在年輕人喔 其實要的東西真的跟我們想的不太一樣 他們要的就方便嘛 所以你就是順應他們啦 然後給他們一些他們要的 他們會覺得學的還蠻愉快的 那其他的話類似像這樣喔 挺好的喔 而且可以回放 只要就是說 他覺得這個東西喔 當然相對是比較有彈性的 那這個是我等一下要講的一些綱要啦 當然第一個我先自我介紹一下喔 然後緣起 其實從2006年就開始了 為什麼做這件事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我覺得應該做就去做啦 而且沒有... 但是剛開始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喔 常常遇到就是說 設備沒裝好 收音的時候就錄了半天 結果裡面有畫面沒聲音 要不然就是說喔 可能一邊上課 突然學生有問問題 然後問問題的時候呢 那我忘了把它暫停 結果又把那些東西收進來 然後回去要再檢期 花非常多的時間 那早期可能從頭錄到尾 給學生 學生覺得這都OK啊 因為其實它沒有分段 然後會覺得很麻煩 然後回去你要再剪接 花更多時間 更不要說上字幕了 這簡直是惡夢一場嘛 這沒有人想做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個辦法啦 我輕鬆你沒輕鬆的方法 所以待會我會提供的方法 就是我覺得我輕鬆 我也不要花太多力氣 但是呢喔 也能夠得到成效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反正我上課喔 我就大概10分鐘 我就先停一下 然後再把那個影片檔存檔 然後馬上給它取個名稱 我剛剛講什麼 OK喔 然後我就知道 我有一個這個section的名稱了 然後再10分鐘再停下來 再存一個檔 所以理論上喔 我大概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上課喔 大概存的檔數大概就是 一個小時大概存三個檔案 也就大概30分鐘 所以上下來的話 如果三學分大概就九個檔案 最後就會做一個清單 甚至呢我最後課後 我也會把清單做出來 然後呢影片連結給他們了 所以他們其實喔 應該會蠻開心有這個東西的 因為如果我上以後 假設我以前老師也能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哇 這老師太佛心了吧 什麼都已經準備好了 OK 那尤其是哪一類的課程 尤其我覺得喔 那個是像 難度上會高一點 像設計類課程 那設計類當然包含程式設計 甚至包含是像工業設計 像以前我也教過AutoCAD Photoshop也是一樣 因為那個Photoshop的操作其實 功能蠻複雜的 而且要記住很多步驟 對所以記得那個步驟很重要 但如果你忘記一個步驟的話 還是很麻煩 可是如果有影片的話 哇一看就知道了 那甚至喔其實除了學生幫助之外啦 我覺得幫助最大喔 也是我自己 因為有時候要備課嘛 那備課的話 你不見得前面教過的東西都記得 所以有時候把前面的影片再看一下 來上課 馬上就真的吃輕鬆太多了 所以最難的是第一次上課啦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稍微 分享一下硬體軟體 那其實再來可能會 大概最好的就是那個 錄製的Webcam 那其實Webcam也蠻重要的 那目前我覺得啦 講結論就是說 其實找一個那個 邏輯的Webcam 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用其他廠牌 插上去之後 可能第一個驅動程式找不到 有沒有 那你安裝驅動程式 這簡直是麻煩到不行 再來的話收音 還有畫質 還有價錢 還有售後服務 光要售後服務的話 對邏輯真的是大家讚賞 為什麼因為之前我一直 滑鼠壞掉了 然後邏輯的 結果我想說怎麼辦 要送修 就後來我就找了那個客服的 E-mail 就寫信問他說 怎麼處理 他說請你把後面的序號告訴我 然後呢打電話 他好像打個客服電話吧 一個外 好像外國人接的 因為他那個口音就是怪怪的 然後呢詢問我一些基本資料之後 然後跟我問地址之後 一個禮拜之後我就收到一支新的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呢救著怎麼辦 他說你救著保留就好了 就沒事了 我想說怎麼這麼佛心的公司 他總不會擔心說我是怕騙他的 不過我覺得啦 有時候可能外商他覺得說 反正他就是信任原則啦 理論上你不太會因為這種小事情騙 騙也騙不了多少錢 買一支滑水也沒多少錢 那我就覺得這家公司其實售後服務做的還蠻好的 他為什麼會做這些事 我覺得應該是對自己的產品的品質 有信心啦 不然的話他覺得如果對自己產品品質 沒信心的話 哇那不得了了 那一堆人就會有問題 一堆人就會來要你要做維修 或者直接就送新的那送不完了 OK 那至於那個邏輯有很多型號 他好像就是一開頭的 然後再來好像就是二開頭 反正他前面那個數字越小的好像就越低階 對然後後來我是買了一支九開頭的 九開頭的相對是貴一點 那時候買三千多塊 那我發現效果已經很好了 而且收錄的品質已經很不錯了 甚至可以拿來如果你要當YouTuber錄影的話 其實也有人這樣用 OK 那上一些刺目啦 做一些剪輯特效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把影片放上去了 OK 好那再來就是說我用的軟體 那為什麼用Pentacy 這個軟體的話其實用很久了 因為大概用了十幾年了 大概應該超過十五年了吧 最早他剛出來就出了 那因為第一個啦用習慣了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他有一些功能可能別的軟體沒有了 比如說什麼快速鍵 像Ctrl Shift加D好了 他就有一支筆出現了 有沒有 甚至如果你要畫框框的話 你可以這樣選一下 框框就出來了 甚至你要換顏色的話 這邊有一個Color 你也可以換 看你要什麼顏色 比如說把它改成紅色的話 那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取消就按Escape 這個功能說真的 我用別的就是沒有 那沒有的話 變成我要額外安裝 這額外安裝也可以解決 那就麻煩 對 對 那因為這一套軟體我用習慣 另外他後續轉檔也非常的方便 甚至他可以做後製 那他一個最大的缺點是很貴 他這一套好像要200多美金 好像260吧 我印象中 不過最早我記得 我那時候買的說是大概150而已 現在可能美金貶值還怎麼樣 所以那個價錢就不好 然後相關的設定 我可能後面會講一下 再來的話呢就是怎麼樣錄影 然後錄影完之後轉檔 上傳 然後到YouTube建清單 然後加刺目 在最後的話呢 直接就寄到學生的信箱 然後收到就是一個完整的清單 加一個連結 對 他就很舒服的可以上課 對 這是一種享受啦 所以就是說 我當然會希望說 來上我的課的學生 都有一種 賓至如歸的感覺 然後把他們當我的課 可悟 太好了 值得 絕對 呢